新年快樂 HELLO 大家好 2020年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今天我要拍這個 我的新專輯的開箱 因為我才剛剛收到這個專輯 整個製作過程中 跟設計的過程中 我都有參與 所以很期待 到底裡面會變成什麼樣子 你知道嗎 這個設計呢 我們下了很多功夫 無論在我們的造型上 配色上 都有這個 黑黃的這個概念 因為我們這次專輯的 那個名字叫做 亞洲通話 Calling Asia 所以我們講到通話 就會想到說 我們來做一個以前的電話簿的概念 黃葉電話簿 如果你知道這個東西的話 代表你有一點點年紀 當初要找女孩子的電話 找不到的時候 就要去問探聽他爸爸 到底是什麼名字 然後我們就用他爸爸的名字 來找他家的電話 然後後來找到 就夾夾打去 看有沒有人接這樣 然後有人接 我們就會蓋掉這樣 這樣專輯呢 我其實打了很多電話 就找了很多不同各路英雄 來參與這個專輯的製作 所以今天我們來開箱 來看看這個專輯 到底裡面 有什麼好料的東西 首先呢 就是一個安全套 在外面 我們要撕掉這個安全套 OK 我們打開過後呢 就看到這個專輯的封面 它的質感非常好 它的皮非常厚 它是電話簿的概念 所以它比較厚一點 然後它後面呢 這裡就是我們的歌名 這次有11首歌 第一首呢 是鬼島跟大吉 然後第二首是 流浪狗 黃明志獨唱版 然後第三首就是 就是救傷口 非常刺激的一個MV 這是我們的 馬六甲王力宏江律師 台灣的IG 女神星有禮 一起演的這個MV 然後第四首歌呢 就是我們的10年 10 years challenge 第五首呢 就是歌抽菸 欸 這個MV呢 你們一定要上網去看 非常的刺激 然後這個歌抽菸 就在講說 歌抽的不是菸 是一種感覺 然後第六首呢 叫出去走走 這首歌的MV還沒有推出來 敬請期待 然後下一首呢 叫愛你也愛他 愛你愛他 那這個是我這次專輯的 這個亞洲通話的主打歌 那男主角我們找來的孫生主演 還有四位出樂的直播主 然後來一起演這個MV 然後第八呢 就是Piggy Piggy 是一個新年歌 是豬年嘛 因為2019年是豬年 第九呢就是 醉疊 然後這個MV也是非常的刺激 大人最好是要看的時候 要叫小孩子陪在旁邊 會比較好一點 第十首呢是 然後第七首呢 欸 這個是一個小品 我很少會寫這種小品 就是這首是 YAMABI 這寫給阿比 就是我的寵物的一首歌 然後是一個人狗之間的感情 不是人狗戀 是人狗之間的一個寵物之間的感情 有十一首歌啦 算是通常專輯就有十首嘛 這個送你一首這樣 極有華 欸 我們先看旁邊的設計 這個就是一個黃頁布 然後打開裡面呢 欸 第一頁是空白的 因為這個空白的地方呢 我們就是要拿來簽名嘛 寫寄語 然後我們打開了第二頁過後 欸 裡面每一頁都有那個歌詞阿 還有工作人員名單阿 作詞作曲阿 最特別的呢 就是這些小廣告 有道具組錄音室 拍MV的公司 還有製作公司 還有一些贊助的公司 都在裡面 這些電話號碼跟email 都是打得通 聯絡得到人的 仿製偽造樣樣來 好來飽來都驚呆 欸 多麼巧妙呢 因為這個是道具組的一個公司 全國唯一合法 持有軍火毒品假鈔的公司 欸 這個也是另外一家道具公司 就是最近在我的MV裡面 常常會看到這家公司 ComedyComedy Production 包拍包剪 包吃包住 包紅一條龍服務 只要勤勞肯鍛煉 武吃也能變武鮮 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舞蹈老師 就ODD 唱戲國我們有合作的一個舞蹈的學院 所以裡面很多廣告阿 歌詞阿 還有製作人員的名單 非常值得收藏 可是翻翻一下 欸 翻到這裡突然間沒有了 所以這這麼厚是假的 所以你們被騙了 那這裡是什麼呢 打開來看 欸 這裡呢 就是我們正式專輯的海報 非常英俊的一個男子 這樣漫步的走過這樣 然後很滄桑的走去上班的感覺 耶 裡面還有什麼呢 裡面還有一些小禮物 這裡呢 你會看到有五張貼紙 會有這個正式專輯的貼紙 耳朵好像懷孕了 來料為 call me baby 有一個放大驚 怎麼大大的 I never talk shit I talk cock 其實它印出來蠻有質感的 其實呢 該這樣的海報跟這個五張貼紙呢 只有在網路上購買的版本才會有 那如果你是在門市裡面買的呢 都不會有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是 網路購買的是特別版的 是比較貴一點 那門市買的稍微價錢就比較低一點 如果你們想要買這個比較特別版的 應該說比較精裝版的 你們可以再透過網路買 那如果你們要快的話 就在唱片行裡面買 可是唱片行裡面就只有台灣有 啊 全世界只有台灣的唱片行裡面有賣 欸 打開裡面呢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這個贈品 通常專輯是主要嘛 可是 不是 我們這次專輯其實是一個贈品 它是一個文翔 的概念 一個文翔盒 上面有這個 一個非常英俊的蒼蠅飛過 危險物品小心服用 是這樣開的 連自己的專輯不會開 看到 這個文翔裡面打開來呢 欸 就是一個文翔 沒有錯 它果然就是一個文翔的一個贈品 非常的可愛 這個CD就是一個文翔 買電話簿送文翔 多麼划算 然後相信現在這個年代呢 CD player應該很少 現在連買車都買不到有CD player的 這個算是一個西洋產業 遲早是要被淘汰的 可是在它被淘汰之前呢 它是一個實體的東西 可以拿來正常 你老的時候不小心在整理你的行李箱的時候 或者你要搬家的時候 你會不小心搬這些東西 欸 當年你買了這個專輯 所以現在虛擬的這專輯呢 我覺得是 時代會把這個淘汰掉 新的產品呢 反而是沒有那些收藏的那種價值的感覺 我反而覺得這種可以收藏的東西 可以老的時候拿出來 整理的時候看到的這樣子 是一種回憶 所以我在趁這個產業還沒有滅絕的時候 趕快出多幾張 這個是我這幾年的願望 所以呢也請大家多多支持這張專輯呢 是基我的 對 是第六張亞洲系列專輯 也是我專輯裡面的 算是第八張 請大家多多支持這張 非常可愛的 非常具有心思的一張專輯 那這個我們也會拿去報名 各大的包裝的獎項 希望評審可以看一下 參考一下 不要看到後後就丟在你旁邊 好不好 用心打開來看一下 我們花很多時間 花了好幾個月來在那邊研究 來檢查來設計 非常精美 你看這裡還有紋路有沒有 騙你它是一本書 它騙你的 請大家多支持 黃明志2020年最新專輯 亞洲通話 Calling Asia Yeah 有馬上 也行 這張專輯 是 有馬上 是 有馬上 有馬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